好 搭到他的车多开心啊 从头到尾哈哈大笑 不过除了有趣之外呢 接下来也跟着我们的镜头 跟着他到台南赤坎楼走一趟 这里有冰镇卤味 冬瓜茶 蛋仔面 都远近驰名 都是台南之光 随机口中的其他点 就是这一间便利商店 所有好吃的都在这附近的 我们一起去找 鸭翅 鸡爪 猪耳朵 卤到入味 冰镇口感就是不一样 猪耳朵 蛮好吃的哦 好吃 这鸭翅膀啊 鸡脚啊 这别说我们大气味 这很常常要鸭舌头 鸭针啊 出口多啊 很多人喜欢吃 很多人喜欢吃 一只桶冰块加上冬瓜茶 老牌冬瓜茶用看的就有够透心凉 迎一下日来一杯冬瓜茶 超级清凉节课 他们冬瓜路喝起来就是比较清凉 而且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到现在 口味都没变 喝凉凉当然也要吃饱饱 这家寿司店在地经营16年是当地人眼中的评价美味 后切猪排 后切鱼排 寿司 生鱼片 日本料理 同伴价格 就大家来一笔点 炸猪排啊 豆腐 还是生鱼酥子 想吃台湾味吗 老板来一碗蛋仔面 香Q面条淋上高汤肉燥 加上卤蛋鱼丸跟两尾虾 这碗蛋仔面一船上百年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肉燥 主船三代 还有高汤 高汤是要用那个新虾熬成的汤头 搭乘归光巴士走一趟到台南吃坎楼 看美景也吃美食 小吃古早味一次吃个过瘾 对视为季节恒高梦柔 SNG小组台南报道